中国表示 南中国还紧张局势加剧的原因 是美国在那里日益扩大的军事关系和军事存在 而不是中国广泛的领土要求 中国的主权要求切入到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 虽然国际上呼吁中国遵守国际仲裁 但是中国表示不接受仲裁 国际仲裁结果再过几个星期就将揭晓 美国官员说 美国加强军事存在不是针对中国 但是对中国在这一地区意图和行动的关切 显然是美国的考虑因素之一 我们在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作用 但这并不是为了挑起事端 而是为了继续支持几十年来 使这个地区保持繁荣的和平与安全原则 中国会对仲裁做出什么反应还不清楚 一些人认为中国很可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 开始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岛 中国称这个有争议的岛礁为黄岩岛 这个浅滩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 距离苏比克湾不到200公里 中国官员没有排除这一可能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不管中国在黄岩岛采取什么行动 或者不采取什么行动 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不管仲裁结果如何 中国都不可能保持沉默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中国拒绝一艘美国航母 在香港停靠的要求 这艘航母4月间曾在南中国海活动 国防部长卡特也曾登临视察 另一方面 中国也在争取其他国家支持北京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俄罗斯就已经站在北京一边 三个东南亚国家也表示对中国的支持 不过其中只有一个国家 对南中国海有主权要求 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